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1457集 香港的某间酒店里 夏紫玉在用身体当武器征服男人 美国 夏小兰在靠嘴皮子翻译 埃尔默先生 我们没有加价的打算 如果您继续拖延时间不肯决定 那双方的合作就要告吹了 埃尔默脸上带着笑 你们很清楚是因为什么原因 我们公司才会将生产线卖给华国公司吧 杜先生给我的报价是970万美元 华房不肯加价 我在公司会非常难办啊 维尔逊那边也没有后话 埃尔默认为 维尔逊对华国考察团的支持 也就到这种程度了 他一直在等杜先生搞定周先生 想要拖到华国考察团主动放弃 那样既能创造最多的利润 也不用得罪维尔逊 哪知杜先生那边一直没什么进展 华国考察团既不加价也不放弃 双方陷入了僵局 两方都想他早点确定卖给谁 怎么可能呢 可惜杜先生不肯再加价 再加个50万美元 他甚至可以不看威尔逊的面子 直接将生产线卖掉 埃尔默也是老奸巨华 他想看哪个买家会憋不住加价 夏小兰看了一眼周诚 周诚点头 今天的邓昌星好像特别有底气 小夏 你告诉埃尔默先生 我们在纽约要逗留的时间不多了 如果他不能尽快做决定 将生产先卖给谁 考察团明天就会离开纽约 这次的合作就此做吧 邓司长底气忽然足了 是得到了什么准信 夏小兰也不可能当场询问 不相信邓昌星 周诚总是值得信任的 把邓昌星的话翻译过去 埃尔默很吃惊 问了两次 你确定 华国考察团放弃引进生产线了 埃尔默还以为他们会再坚持一下呢 毕竟 华国人没钱是众所周知 华国人对外做生意 经常讲什么诚意 其实就是歪缠 确定 先生 如果不能合作 我们也很遗憾 埃尔默满脸抱歉的表情 将夏小兰几人送下楼 再回到办公室 就露出了真实的高兴 给杜先生去店 我要告诉他一个好消息 大大的好消息 杜先生 恭喜你 公司决定将生产线卖给你了 埃尔默先生 我正要联系您 我放弃了生产线的购买 希望我们还有合作的机会 对不起 我要赶飞机 不能和您继续聊了 嘟嘟嘟 电话被挂断的盲音 让埃尔默一时有点手足无措 这不是设想中的情况啊 杜先生这个时候 应该高兴地来公司签约才对 为什么坚持了那么多天 在华方考察团放弃的前夕 要主动放弃 埃尔默真是没有想通 把电话打过去 却是酒店前台接通 说杜先生已经退房了 Shit 这真是今年最奇怪的事 一开始是争着买 现在两边同时放弃 杜先生甚至雷厉风行地 退房去了机场 显然是彻底不想继续交易 不对 华国考察团要明天才离开纽约 他们是故意的吗 自己是不是被华国考察团套落了 杜先生只是华国考察团 请来演戏的 现在埃尔默的脑子里全是疑问 等了两个小时 估计华国考察团应该到了住处 埃尔默才将电话打过去 他当然不会说杜昭基放弃 公司只能将生产线 卖给华国考察团 那样也太傻了 嗨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通知你们 公司在你们和杜先生之间 做出了选择 我们最终决定和华方建立长久友谊 把生产线卖给你们 电话里 夏小兰的声音异常艰涩 埃尔默先生 我们很感激贵公司做出这样的决定 这是对两国有益的肯定 也是埃尔默先生您个人赠予的人情 但是我们这边遇到点困难 国内对邓司长和宋总 久久未能谈下购买合同 而有很大的意见 埃尔默听夏小兰东拉西扯一堆 总算抓住了一点关键词 降价 这些华国人是不是疯了 同意卖生产线给他们就不错了 要不是威尔逊的缘故 公司早就将生产线 以970万美元的售价 卖给了杜先生 现在杜先生忽然放弃了购买 那对华国考察团 是皆大欢喜的局面 不加价就不加价 还是维持双方之前商议的 870万美元就好了 华国考察团没有欢喜地答应 反而想降价50万美元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卖的 是合伙演戏 还是华国考察团 这么快知道了杜先生放弃的消息 杜先生总不会这么傻吧 放弃了竞争 还要通知对手 考察团真的很缺乏诚意 看来我们双方 是不能达成协议了 降价50万美元 绝对不可能 电话开的是免提 不仅夏小兰听见了 埃尔默先生气冲冲挂了电话 房间里所有人都听见了 趁现在度假退出 我们赶紧签合约就行了 为什么要降价 870万美元 已经是宋志诚能接受的价格 国内也接受这个购入价 夏小兰建议趁机压架 宋志诚怕节外生枝 杜赵基是退了 退得心不甘情不愿吧 要是又有别的买家跑出来 干脆就是其他国家的 他们又该找什么关系周旋呢 邓长兴却赞同夏小兰的提议 宋志诚不在乎那50万美元 邓长兴在意啊 不仅是给国家省外汇 多少钱购入的生产线 还展现了邓长兴的办事能力 他在最先的报价上 再压下去几十万美元 也算对得起为了联系上杜征荣 搭上的关系 小夏的做法我赞同 只是提一提嘛 阿尔摩那边能答应最好 不答应 我们也没有损失嘛 邓长兴想得很开 惹恼了对方 大不了他又厚着脸皮上门歪缠 面子什么的 出国来办事就不要太在意 还是李子最重要 邓长兴和宋志诚有分歧 周诚肯定是无条件支持自己媳妇 何况周诚也有自己的判断 邓司长 宋总 埃尔莫先生说的是 降价50万美元绝对不可能 却没有说降价不可能 我觉得希望很大 哪怕降不了50万美元这么多 这个870万美元的价格 还是有商榷的余地 这又不是一个几美元的汉堡 一时之间 哪有那么合适的买家冒出来啊 埃尔莫负责这件事 他把生产线卖给谁都行 但两个买家都被他给拖跑了 恐怕埃尔莫也很难向公司交代吧 周诚有自己的判断 也对小兰有信心 小兰决定压价 必然是有把握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